MING PAO CANADA END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一些音樂 但是... 算了也行 已經盡了力了 好,玩具TV,第三季,我真的不知道第12還是第13集 第12集,先打第12集 這次轉瞬間聽到這些熟悉的音樂 加上現在看見這隻白兵 Star War,接下來第8集,Stand By 第一隻出爐的就是Execution Chopper 其實只不過是First Order的Storm Chopper 這次有什麼分別,為何會有舊的東西出來呢? 拍一下這個Logo Toys Rux限定,星期五之夜 Forse Friday 我們都有專人,專人就是你 我和子龍 兩人都很本場地去了Toys Rux Dead 那晚之後,有一系列的Star Wars產品爆出來 無論是Quart Toys 最多就是鞋子寶 SHF等等 Lego Lego的籤帳簽真的棒 SideTrack了 都有很多很棒的東西出來了 那這次既然都 因理成變,什麼都好 結果我就在Five Day Night 之後四晚 就慷慨就義了 是呀,慷慨負義 去了這個尖沙咀 就進入了這隻東西的 也悲哀一點點這樣說吧 記住我是第四晚去 我還能買到這隻東西 你還看到有多少宅呢? 80 我問了這個Stack 80 不誠實 是呀 是不是有這麼差 還是熱潮過了呢 這個不是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 不過如果大家有興趣聽的話 可以有機會再說 好了,那真的要說一句話 這次的東西 Limited Edition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接下來都應該會有正常版的 分別在剛才說 但我不知道正常版會不會包含這個風條 但是怎樣呢?我已經被我弄巢了 好了,那真的開箱了 好 Covering 其實都漂亮的 看到拿著把磚用的行形 我也不知道是棍子 還是斧頭 好像捉野狗 可能是未來的捉狗隊 就會捉住了 有什麼配件呢? 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 主體 配槍 造型的特效 還有那個東西的特效 就是報仇器的特效 最重要是這把行形棍 還有一堆造型手 好了 好了 那麼 二話不算 不過其實 接下來究竟這個 這個 即是 劊子手 在這個 第八集裡面擔當什麼角色呢? 氣氛重不重 會不會 就是 就是 出五分鐘 然後就被人開兩槍打爆了 沒有 五分鐘 可能十幾秒 通常都是這樣 三秒 其實我都餘了 你慘了一個上次的銀色 你慘了一個上次的銀色 你別管 Captain Pasma 這次應該會佔重一點氣氛 應該都是差不多的 因為那個女演員 很有名的 好了 看看本體 會看到今次的造型 他之手會用黑邊菌 肩膊 會有First Order的徽章 至於本體 其實跟之前那個在外觀上 應該是沒有大分別的 不過 我想補充少少 今次其實 如果跟上次的First Order的Storm Chopper 比 他在可動性方面 的確是有飛躍性的進步 飛躍性 為什麼我用飛躍性來講 上次那隻腰是不能動的 今次 不能動的 差點了 差點了 對 是小動了 阿仔 差點了 哇 OK 我不怕死 我不怕死 不停地扭 啪 玩完了 不是被我扭 哈哈 哈哈 本身其實之前那隻 那隻腳 其實也不是有太大問題 當然本身 因為他的甲的關係 我也不夠僵 可以動得很凶狠 但是 撞到上邊的裝飾 是 所以變了 你這樣又會刮花 我也是不怕死 我都可以自行動 給大家看 其實你夠僵就再舉高一點點 但是後果我不負責 哈哈 左右的橫幅 這個反而是老江湖 這個就是老江湖 我怕不怕爆胎 爆胎 爆就有它爆 換句 我又不夠僵 哈哈 都OK 反而向後 因為人類很少用 對 都有這個角度 看見他本身 二重關節 所以變成可以咬的角度 都OK 整體比舊的好 很多 特別是可動性 因為其實看見腳這個位 這次就比較緊 所以站的時候就比較穩陣 更加均勻 還有波階 所以變成它動的角度也很大 再拆掉那幾支 今天我收到消息 其實阿德哥有沒有對過舊的Storm Trooper 沒有 你這麼多收藏 沒有機會 問一下 你叫我時間 找到多久 我收到消息 也挺可靠 其實這次白兵的頭 是開了新模 是新模 因為特別最容易認 就是它的咀位 這個咀位 這個咀位 如果你有留意 其實本身的闊度是有出入的 而且本身這裡的細節位置做得不錯 我覺得是深了的黑色部分 是做深了 這個位置做深了 但是聽起來是新模 這個也是要讚一讚 因為你可以不做的 電影裡面的造型有沒有變得 其實大家明確有時間看 但是我一早就看到這個人出現了 有一個鏡頭大概半秒 其實有這個Executioner出現過 那我肯定這個是一些 其實真的是走角來的 哈哈哈哈 因為每次 每次他出的頭 Exclusive 都是走角多的 他的東西留在後面 當然有比較多人注目的 那個就是Petrolian Guard 嗯 那個真是吸引 紅色的龍蝦 龍蝦 龍蝦盒 好像有兩三個Version 就是大同小而大 但是頭盔有變法 你們留意一下 還有武器 對 還有現在其實 見到最多的姿勢 都是兩個龍蝦在後面 那 Kylo Rangel 可以用一把劍插 很厲害 這個地上不用 我的地上應該是特製的 應該是 對 當然他拍照 在SHF是吊著的 沒有碰地的 對 可能真的吊著就算了 anyway 這個就是Dark Fox 這個保守 這種的造型 你迫著要玩十二寸 因為你SHF 他用膠來造那條裙 其實就不是很差 差一點 你蹲 他有個外形在這裡 他就只可以站 他在一個活動 蹲下 或者坐在那裏 所以你一定要等 Hot Toys表演 看看他要怎樣處理 Hot Toys 也有做這個姿勢 對 有做 兩間公司不讓而同 都是做你的姿勢 因為他有一張海報 是直接在這個姿勢 即是迪士尼那邊 原本出的海報 是劇透來的 無緣無故不會怪你 一格而已 可能被人散開 對 可能被人處分 受分也可以 因為今次這集 大魔王會出現 他有隻好像 Emperor 那樣的人物 會出現 是否上次放盪很大 對 今次就會看到真身 其實那些Dark Sign 那些人的樣子 那麼扭曲 是否有原因 做得壞事多 形象化一點 因為Star Wars 其實是70年代開始 其實這件事很形象化 比較明顯 帝王就很肉酸 蠢蠢蠢蠢才會 也是這樣 對 好人又很清楚 是好人 都可以看回本身 那些造型手 還有 Toys Rux限定有什麼限定 除了剛才那個Label之外 就是這個 你才知道你密主 白色的台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會有 腸癌的 對 你這個表情是很對的 如果沒有記錯 其實將來都應該會有 普通版的受注 就會轉回紅色的 我沒有記錯的話 有錯請更正 對 這個就是 Toys Rux限定版 300隻 跟去年限定版的套路一樣 我也是入限定版 去年就有Sticker 另外就是白肩頭 對 這個也是 那個台有些不同 這個我印象好像沒什麼 對 不過怎樣也好 都可以看一支槍 那支槍呢 其實也是 應該可以掛在這裡 你可以把槍掛掉 對 那支槍其實就是 這樣 可以延伸的那些位置 是 YES 對 都見到 對 對 對 我也覺得挺好玩 這把就跟上次的武記賽一樣 是的 是 英俊的 當然 其實始終 挺 user friendly 的地方 就是 我們收回這把東西 德哥 你的衣服跟他很配 很配 哈哈 不能當是胎夾 這樣夾 OK 逼地鐵就沒有了 一個胎夾 真的 比較方便的就是 磁石 這是我自己喜歡的點子 那 勾勢 免犯 摻 摻又摻不摻 OK 所以 當然 今次既然叫行刑者 最重要 當然是他的把 工具 剛才泰述 一段時間後 又可以說一下 這把東西其實是 這個 我當是 Laser 極光 它是怎樣組裝 原來 這個位置就是PVC 但原來有顆的 是可以扣著 可能不知道 看不看 看到 有顆的 是剛剛扣著 就 鎖死了 這個 不會只是 只有一點 可以扣得到 那個位置 看不看 也不會摻 OK 因為其實 我也害怕 可能做的時候 我也害怕這顆東西很容易斷 但發覺這又不是 看到了 就有顆這樣的東西 在頂上 總之就是 有個冬菇位在裡面 冬菇位 是 反扣的一個 收起來 兩邊都是 有位觀眾說 是不是 只是 不是 我再重新多次 要用英文說 因為它是 英文文 是講我們的話 所以 它是一個新的模式 特別是 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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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 可以看到 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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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我跟你說 反鎖這樣子 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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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有一些 一個 不好意思,大個朋友玩一下 現在你各個都玩鬼肉 地板精靈 在後面 德哥很慘的位置 Storm Super 大側的影 其實我覺得在美術上 如果它是油黑色是比較漂亮的 其實如果當初的白兵已經是黑色 和這個黑色 我覺得是比較漂亮的 因為它全白色就跟之前 Storm Super的設計 我相信它接下來會繼續玩這些 可能大腿比較黑 反而其實我又 sidetrack 早前出過一個 景德鎮版的 Storm Chopper 如果它這一個 如果出類似的東西 我都會再給錢 真是正的 還有之前有一個是 有一個是有很多貼紙 有一個新度的 那是Medicum的 其實也不是Medicum的 本身是另外一個 很著名的設計師 原宿高橋盾 就跟 其實Body是Medicum的 但是出的那間廠是 我不懂得讀的 名字很長 有很多不懂的牌子 好像金庭的電單出現 其實後來香港有一個 很著名的customizer Sam Kock 都做過類似的 我見過 其實那個概念是非常棒的 不過那個是找不到的 據聞 aftermarket也賣得很貴的 慢慢的 所以觀摩去他的店鋪門口 看看 他有把握出來 是啊 有沒有機會叫Sam上來吹一下 真的 找一次 Sam 聽到有看節目 都真的 有時間 我也知道你忙的 你比較多custom 有時間都可以上來吹一下 吃一下 吃一下茶 喝一下飯 OK的 是啊 我可以上次的 我們期間訪問 有兩個另一部隊的人出來 其實我們認識的 一個是王導演 一個是他弟弟 Ray 我們也可能會 遲些少上他們的辦公室拍攝 因為他們是超級 升至迷 到時就可以 拍攝他們這些 升至收藏 加上他們的cosplay 那些工具 很漂亮 其實整一套 Storm Chopper 的1比1 都過癮 不過真的要 要tailor make 他們可以 你的頭盔要做到很貼 本身是浪漫 本身的甲 又可以盡可能 掩飾到自己的缺點 這個才是中之中 真的 當堂不同了 沒錯 好 都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下一隻 如果跟第八集有關的產品 會是哪一隻 剛剛 這個是不是開始的預定 Kairo Ren Kairo Ren 有真人頭的 刀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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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ro Ren 挺怕他不出頭盔 他也有練過頭盔的 不過我猜頭盔應該是分開了 換頭 不是帶進去的那隻 不過香港的觀眾好像不太喜歡那個男演員 其實我也不喜歡 又不是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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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有霸氣 又不夠邪 那個個性又比較壞 好像 陰濕 他有一個死小孩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臭不大的 對 更壞了的身分 對 還是看宿路問題 我反而覺得那個頭盔 做得太老正 沒有他那個 我覺得是刀漂亮了 刀漂亮了 沒錯 刀漂亮了 對 我覺得這個 他的外形很漂亮 是 你有玩過之前的一隻 這個外形很漂亮 這隻就整個人的感覺完全不同了 覺得很想把之前的那隻丟掉 對 再說一次 我怕有些剛剛才說的 這隻跟之前那隻是不同的 是 這隻是漂亮很多 外形是不同的 是西號 沒錯 最重要最大的改良就是關節 這個變成我玩下去的感覺 就順暢很多了 至少都能做到這樣 握槍吧 還有最重要是有條腰動 是 差很遠有條腰動 是 那這次玩這麼多 好 那這次玩什麼 我都不敢說 總之是有事要玩 還有一拳還沒做 還有趙子龍還沒做 就是趙子龍做趙子龍 是 好 拍片子先 好 稍後見